大家好,我是好勒,我是张鑫,这次会计师 我在美国路上级有一家火人会计事务所 为全球的火人在美国注册公司 开银行账户,报税,注册亚马逊 提供地址和账单,做财务,会计计账 审计,税务收获等等服务 今天我得跟大家讲一下 在美国注册公司需要哪些材料 第一个是护照或者身份证 在美国开银行账户的话是需要护照的 身份证是不够的 但是偶尔也有几个银行的话 它身份证也是可以注册的 第二个,股东或者成员的信息 当您注册股份有限公司的时候 叫股东 当您注册有限责任公司 ROC的时候叫成员 公司的那个股东或者成员 他们的信息包括个人名字 他的出生日期 他的住址 他的电话 微信 邮箱 等联系方式 公司的负责人 总裁 副总裁 执行董事 经理 秘书 财务部长 这些都需要有人来担任的 一个职位可以由多个人来担任 一个人可以担任多准职位 第四 公司注册的时候需要有这个能够替公司签合同的那个人的名字 第五 公司注册的时候需要填写那个能够替公司开银行账户的那个人的名字 第六 公司注册代理人 这个注册代理人通常是你公司注册周的那个自然人或者是公司来代替您公司接收法庭传票 你的公司被告了 他们是用来接受法庭传票 他们是承担的有法律责任的 第七 公司的经营范围您需要填一下 第八 公司的税务啊 财务啊 负责人 这个需要他们的名字填写了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希望能够给大家在美国注册公司的时候有所帮助 谢谢 如果您需要帮忙的话可以联系我们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